有很多朋友问我 外地的户口 想来农村里面买房子 到底可不可以过付 这个问题啊 确实现在 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 国家它是 原则上是不允许 外地的户口 来到农村里面买房子 当然你可以买 你可以永久性的 居住在这边 但是房子它是 不能过付的 我发现这个苗寨的房子 大家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的 看这些房子 基本上邻居和邻居之间 间隔的只有十多米 这是一栋木房子 在他们家的外面呢 是一大块的稻田 再过去呢 就是紫霞湖边了 其实从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湖面的水 在那底下呢 又有一栋房子 那栋房子也是一栋三开建的木房 这边啊 是一片罗汉果 现在还没结果子呢 这里啊 杂草穷生 这是一个木房子的院把 这栋房子是没人居住 所以院把呢 涨完了杂草 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 算是闹钟取近的房子吧 距离邻居都还比较近 但是 每家每户呢 都有独立的院子 相对来说 也算是一种 比较好的农村房了吧 这栋房子呢 房屋结构是挺不错的 只是木房子没装修 看起来是破破烂烂 我们看房子好不好呢 主要还是看它的栋柱 包括上面的领子之类的 看 这些栋柱啊 都挺好的 还有这些挑手 都是很大的一块 只是这栋房子啊 闲置在这边没人居住 所以 看起来是很破烂的 这些木板房呢 打磨 重新上油漆 就很漂亮了 这也是一栋三开间的木房 中间是堂屋 两边是卧室 基本上二楼呢 是不住人啊 对方的是杂物 这种房子是 没有铺楼板的 二楼都是这样的圈方 串联起来 铺上一层楼板之后 这样的房子就比较好住人了 院把是挺宽的 只是这边 长满了杂草 所以 我们是无法走到 最边上给大家看一下 房子 是也是很不错的 把这些杂草全部清理干净之后 可以一直延伸到那边 而且门口呢 没有邻居了 基本上也没有房子能挡住他的视线吧 地理位置算是比较高 这栋房子的楼层高度将近有四米五左右 房子的进行呢 我们可以走到这边来看一下 将近有八米到九米 这是五柱七的一栋房子 这些栗柱啊 虽然没有多大一根 但是都还挺好的 上面呢也没有装修 显得是破破烂烂 这些木墙板呢 以前是用竹子给编的 涂抹的是牛粪 时间久啊 现在脱落的非常严重 所以主人家呢 是捡了一些柴火 堆放在房子的旁边 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吧 这栋房子啊 是通水通电的 这边喝的也都是山泉水 距离城里面将近有13公里 距离镇上 有2.5公里 近村的道路大概宽有4米左右 都是水泥路面 要是这栋房子出售的话 那可以考虑一下 我就在想 这样的一栋房子 它的价格能卖到多少呢 不是上一期的视频吗 我们在紫霞湖边 看了一栋砖房 我想给它买下来 那栋砖房呢 旁边都没有邻居 所以它是非常安静的一栋砖房 更靠近紫霞湖边 当时我们谈的价格是6.8万 就在那栋房子的对面 我又发现了这栋木房子 刚刚也问了村里面的老乡 他们说这栋砖房子也是很多年没人住了 如果核桃坛的好 价格合适的话 肯定是可以转让的 外面的地挺宽 我们走到下面来看一下吧 想看得仔细一点 这边是有座土坎啊 大概高三米左右 挺宽的地 只是说现在是看不太清楚 待会我们航拍飞一下看 这边有条水渠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这边没有水了 这些罗汉果长得还挺不错 这边都是他们家的土地啊 挺宽的 大概绕上一圈 房子基本上是在 这个土坎之上 真的挺宽 那这个价格确实不好出啊 这个价格 你看 我走上一圈 这个水渠的上面 都是他们家的院吧 很宽啊 那朋友们 像这样的一栋房子 你们觉得 给它出价多少比较合适呢 旁边的这栋房子 现在是住着一位老人 去年我来到这边的时候 房子也是空着的 估计也是夏天 城里面比较热吧 所以老人呢 又回到农村里面来住 这样子凉快一些 我们都知道 上了年纪的老人 一般是不怎么吹风扇的 所以到城里面 可能比较热吧 农村里面凉快一些 而且农村里面的反径 又更好一些 对不对啊 这个房子是没有厢房的 但是在这个角落呢 是有一小块的空地 可以加建出来 变成一处厢房的 大概有 三十个平方左右吧 看完了房子的大概情况 现在我们走到马路边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距离 进村的道路到底有多远 实际上这栋房子的背后 还有一栋木房 那边呢 还有一栋砖房 都是邻居家的 从视频的一开始我就说了 我发现这个寨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 对于城里面过来的朋友 这样子太近了 感觉总不太好 对不对 房子的背后呢 他们家还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偏房 用砖立柱建起来的 上面盖的呢 应该是十棉瓦 其实 农村里面建房子 大家都喜欢紧挨着建在一起 相互之间呢 也有个照应 讲究的并不是说风景多好多好 看 这栋房子啊 装修挺不错的 砖房呢 也建的挺好的 整个院吧 堆了很多木材 这边就是进村的道路了 我的车呢 就停在这个位置 其实农村里面的条件啊 是越来越好 家家户户呢 都修建了小圆楼 大部分的木房啊 已经是基本上没人居住吧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木房 现在好多都没人要了 挺可惜的 你看 那栋房子啊 基本上也处在一个闲置的状态 有很多朋友问我 外地的户口 想来农村里面买房子 到底可不可以过付 这个问题啊 确实现在 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 国家它是 原则上是不允许 外地的户口 来到农村里面买房子 当然你可以买 你可以永久性的 居住在这边 但是房子它是不能过付的 比如说像我们村子里面 如果我要买一栋房子的话 那我和村里面 我们协商了之后 我们可以买卖 而且户口我们可以转移过来 但是外地的户口 那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在视频里面 留言里面 有的时候我也回复大家了 大家还一直都在问 那借着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顺便给大家 这样子解释一下吧 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如果你确实啊 想从村里面来到农村 买一顿房子 养老 你又担心房子过不了付 以后有纠纷的话 那你还等一等吧 等国家的政策 放开了之后 允许了之后 你再过来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你变老了 对不对啊 我这个人呢 做事的风格 就是这样子 想到的 还就去做 以后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 再去考虑它 对不对啊 先把当下的一些事情 给它做好 再说吧 好了 那这期的视频呢 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石头 喜欢的 还请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